大家好 我们是北一女中青年社 我们将为我们的第123期校刊 退带来介绍 退即为突破 为新生 但若我们真能化碟一双 离勇而去 我们又将至何处呢 退是世界上不断的改变 在世界运行的过程中 不论是个人 群体 国家 一致于社会 都在不停的蜕变 我们想要留下这些改变的足迹 为我们的成长 做出更好的记录 写下他们的点点滴滴 我们的第一个专题是 被揭开的小名小物 世界新闻摄影展 世界新闻摄影展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师 用他们的相机记录下他们的故事 这其中有欢笑亦有泪水 而这样在世界各地的蜕变 更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一点一点的累积 我们关注 我们回顾 同时寄望着一个更好的明年 第二个专题是女校甘苦谈 这是我们和新竹女中 以及盛新女中的合作专题 这其中对于高中生来说 女校 对于学生们来说 高中是成长中退变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而现在女校的我们 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成长 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们与其他两校合作 记录下属于我们的新春蜕变 而这村专题也有一个附录是 女校生的音讯空间 其中记录的内容是我们与盛新女中 新竹女中的对谈内容 第三个专题是那年15岁 她毕业了 我们的校猫 黑妞 在我们入学的这一年 因为和校外的野猫打架 受伤所以只被校友带回家领养 因此校园中再也没有她的身影 可是她在学校生活的这一段期间 她所留下的每一步足迹 我们对她的每一点回忆 都是学校历史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想要写下 学校对于她 现在的学生对于她的一些关怀和记录 她的照顾者对于她的思念 以及对于她的唏嘘 第四个专题是当人民坐上法台 2023年国民法官制正式在台湾上路 这是台湾司法在迈出的很大一步 而这样的改变对于社会 对于司法制度 对于各项审判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们想要对此进行探讨 也和社会大众进行了问卷调查 进行记录 第五个专题是将创作铸造成前例 在万物皆可数货化的时代 NFT也就是非同持花代币 成为了这项新兴的创作交易方式 成为了热门的潮流 然而这对现今的艺术交易市场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其中又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在这个专题之中 我们将带大家了解NFT的基本定义 以及概念 并带大家一同思考 这项虚拟世界的新潮流 接下来一个专题是18岁及成年 对于即将18岁的我们来说 将民法成年年龄下修到18岁 对我们是一项重要的改变 那在这个专题之中 我们将带大家一规各方看法 了解在面临这项蜕变的时候 我们应该做的准备 第七个专题是 从光复楼看古迹新生 北宜女中是一所拥有百年历史的学校 那学校里面的建筑物 也都有悠久的历史 其中光复楼新建于日治时期 是北宜女中最古老 也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建物 从2010年开始的古迹修复准备工作 一直到2023年 也就是今年即将完工 光复楼陪我们走过了 漫长的时光 那光复楼的新生代表的 不仅是崭新的蜕变 更是回忆的延续 而在北宜女中成长的我们 也将为她补写新的故事 为这个古老的建筑物 赋予永恒不朽的灵魂 最后一个专题 是台湾条乡市的点点滴滴 那香味是 蕴藏在生活的各个角落 对我们来说是平凡而特别的气味记忆 在这个专题中我们将带读者进入香的世界 了解台湾传统文化以及台湾传统文化与香的连结 以及台湾条乡市如何结合台湾柴与香水 然后对味香味带来新的突破 最后退是挣脱束缚 克服挑战 意识适应变化 意识适应变化 追求成长 那在面对成长的时候 我们应该了解自己真正的模样 同时也关照社会的变化 才能够保有初心 退向新生 以上是我们的校刊介绍 我们是北一女中青年社 谢谢大家 谢谢